非常清楚的这个前提之下呢 我们会做一个宣布内容的说明 以及会把所有的 大家所关心的部分都做一个清楚的交代 那我们现在就请市长可以开始 帮我们说明了 非常感谢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 也非常感谢 各位海内外所有的热心爱护韩国瑜的朋友 对于这次选举经费 前立法委员蔡振元指责 国民党吴敦毅主席 透过企业家亲手交给四千万元给我 我必须要做一个全部的说明 让这几天的风风雨雨 有一个更正面澄清的机会 那这两天 我把这个资料全部调出来 目前为止呢 我先向大家报告 我们这次选举的情况 一 本人这次选举捐赠会计报告书 经过会计师查核签证 签证的报告 严明符合相关规定 结于 一千五百 零六万两千两百四十三元 十一月二十四号投票 十一月八号 我们已经觉得 选举经费够了 我们关闭 倒数十六天左右 关闭账户 还是有人陆续捐赠 我们返还 支出五百多万 第四 选举捐赠收入部分 做以下说明 一 个人捐款 小额的占 总捐款收入 进额约 百分之八十七 总比数 两万两千四百零九笔 个人捐款 平均 每笔为 四千八百一十三块 小二 盈利事业捐款 占 总捐款收入 进额约 百分之九 总比数 一百六十笔 盈利事业捐款 平均每笔金额 为 七万两千六百 九十八元 三 政党捐助收入 占 总捐款收入 进额 约百分之 零点一 以扣除 关闭账户后 退还捐款的金额 比数为 一笔 四 其他收入 占总捐款收入 总额约 百分之四 关于上诉 都是 可以跟 对外面 所有公开的 剩下由监察院查核 有几个 声明 韩国瑜在这里要向大家报告 一 以及公布的四都候选人在媒体公布的去年选举收出的状况 本人今天也整理出选举捐款的总金额支出及胜额款项 二 由去年选举捐赠对象的结构来看 小额 个人的捐款 几乎占 百分之九十 前立法委员蔡正元先生 所指控的四千万 由吴敦毅主席 交到我手上 完全是个错误的资讯 不攻之破 我跟蔡正元委员是多年老有 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不实的 资讯来指控我 我深深觉得 蔡正元委员 欠我一个道歉 只是对我造成伤害也造成困扰 因此本来要报到监察院之后 由监察院对外说明 现在我就 一样 把这个状况结构清清楚楚表述出来 绝无此事 那我觉得前立法人蔡正元先生 道歉完毕 大家还是好朋友 如果连道歉都不道歉 朋友也就到此为止 第三 去年11月8号选战后期 本人竞选气势升温 虽然有大笔的捐款涌入 但是由于选举的捐款 已经足够支应选战的支出 本人特别对外宣布 关闭账号的捐赠账号 从此 再也没有任何捐赠款项 入竞选账号 此外 也已将截止之后 所捐赠的款项 逐笔退还 共返还捐赠支出500多万 第四 目前选举收支 已经送监察院审查 结余1500多万 必须等到监察院 通知可以 动知 我们才能 实施捐赠 就像在选举之前 说过 未来这笔 所有的选举的捐益款 大部分会用在高雄市 青年人的创业 少部分会 捐赠到 珍珠妈妈 也是未婚 怀孕的这些 我们现在要成立一个 珍珠妈妈 像这些 我们大致上会 以青年创业为主 这个捐赠会 全部捐赠 一毛不留 最后一点 非常重要 此次选举捐款数字 经过会计师查核签证 但是上未经 监察院最后审定 最后的数字 以监察院 公告为准 以上 向社会各界 以及海内外 所有的关心韩国瑜的朋友 报告 也要再一次感谢 在去年 高雄市长的选举 很多认识的好朋友 不认识的好朋友 高度认同 我的理念 愿意 慷慨渐囊 帮助我来打这场选战 我在这里 至上最高的感谢之一 谢谢大家 好的 根据刚刚所公布的资料 所有的账款 都是非常的清楚 那么由于呢 会计师这边建议 因为我们已经把资料 都依照法定程序 跟时间之内 报到了监察院 所以必须有一个程序 叫做由监察院 这里要做整个查核的审定 所以目前 我们所公布的所有数字呢 也就是由我们 所报上去的数字 但最后当然 是以监察院公告为准 好那以上是我们说明 有媒体朋友需要提问的 麻烦 市长您好 中天新闻 请问你之前有说 最近很多人在 就是试图要抹黑你 那你这次有没有觉得 特别生气 因为抹黑你了 竟然是岛内的自己人 现在最近这段时间的抹黑 已经到了夸张的程度 前天一个好朋友 传了一张照片 是我太太的照片 旁边提出的问题是 高中市长韩国瑜的夫人 李嘉芬女士 选上市长之后 担任市长夫人 身上珠光宝器 带了一个祖母率 起码几百万新台币 朋友非常紧张 传给我一看 哇 你当了市长夫人 连珠宝都不一样 就像她的胸口 我大笑三声 那个是空气滤清器 本来要攻击的 说是祖母率 像这些 他们所要抨击我们的 以及包括好朋友警告我 要抹黑我的小朋友 抹黑我的女儿的 那我觉得 过去我没有做这个说明 在去年选举的时候 我是一天被一黑 或者一天两黑 我都没有提出法律告诉 因为我一直坚持爱与包容 那这次前立法委员 蔡正元先生 对我这样子猛然的开了一枪 关键他没有跟我查证 所以我说 我既然没有讲爱与包容 那我就 不会提出告诉 可是从现在开始 我要请各位朋友原谅我 大家都认同我的爱与包容 但是如果一直不停地 爱与包容下去 任何事情 不管怎么抹黑 好像都没有任何问题 韩国瑜反正是爱与包容 我不得不采取一些 保护自己跟家人的方法 所以 从现在开始 这个账结构非常清楚 以及其他的事情 请大家好朋友要原谅我 我必须 采取法律上的动作 来保护自己的名誉 跟家人 所以这件事情 我真的非常的遗憾 我觉得蔡正元委员 欠我一个公道 欠我一个抱歉 应该要跟我道歉 好的 市长所以从这个 刚刚您公布的这些数据里头 就是针对这个 有国民党里头说 是一个退休的企业家 然后对您这个 个人捐助四千万 所以从这里头 理论上是看不到 有这一笔的这个捐额 而且是不是也没有 这一笔这个超过四千万的 这个单笔的这个金额 第一 绝对没有企业家 捐四千万给我 第二 如果有 蔡正元讲的 如果有 我再重申一遍 我辞掉高雄市市长的职务 我想我这样讲 是非常严厉的 我必须要证明我的清白 本来讲这么重的话 并不是很妥当 可是现在抹黑了 名枪案件 没有停 我只得讲这么重的话 我再说一遍 请蔡正元委员 再解释一下清楚 连吴敦宇主席都讲过 没有这回事 我们账目非常清楚 大概将近九成都是小额捐款 企业的部分也清清楚楚 有个平均数是 七万两千六百九十八元 所以并没有 外界所抨击 或者是随便攻击的 这样的数字存在 这是非常清楚的 还有请问哪位媒体朋友需要 市长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想请教一下 因为现在蔡正宇的说法 好像也有被一些党内的同志 比如说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围剿 那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说 蔡正宇要替科批侵入将 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政治上纷纷扰扰阴谋论太多 每一个动作后面背后什么什么什么阴谋 诡计策略 说实在的 我个人脑袋是跟不上这些 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开朗 很嘻嘻哈哈的个性 应该是很快乐的个性 每一个动作出来后面什么什么这么多 我真的没有办法超越我的理解跟思考 我宁愿一切回归最朴实 最真诚的状态 就是蔡正宇委员 你讲这个 请你拿出证据嘛 这是最简单的嘛 韩国瑜我就辞掉高中市长了 所以不管蔡正宇委员他的目的何在 你想帮张三帮李氏 或者你讨厌我都没有关系 你拿出证据来 我就辞掉了嘛 不是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觉得那些阴谋的 说实在的超越我的理解 而且我忙得不得了 哪有这么多心思去分辨 他讲这个话的目的何在 我没有办法这样做 我是希望蔡正宇委员 今天看到我的记者招待会之后 他能够正式的跟我道歉 就结束了 大家还是好朋友 但是从今天开始以后 我刚刚要请关心韩国的朋友 必须要原谅我 再下来没有道理的抹黑 我一定要采取法律行动 好的 东森吗 稍等一下请拿麦克风好吗 市长好 东森董一仙 请问一下您刚刚提到的 有关于蔡正元要公开跟您道歉 那您是希望他亲自 就是面对面的道歉 还是说召开记者会在镜头前 在大家面前道歉 两个老男人加起来一百多岁了 不需要面对面 你在脸书上发表 你哪边发表的四千万 你就哪边发表道歉 大家还是好朋友嘛 连我被抹黑成那个样子 到了台北地震室 我准备按您申告 我还是控制了一下 往后一收 我每天被抹黑 我都没有按您申告 在去年 大家可以看得到历历在目 我们总是希望台湾政治能改变嘛 总是一种不一样的政治文化 就是如此 所以蔡正元 这就要道歉 不用亲自来 什么背上背一根棒子 附近请罪 不用搞那样子 在原来脸书上发表片 我们也接受 大家还是好朋友嘛 因为没有这件事情 重点 好吧 请去 谢谢 还有吗 我们最后两个问题差不多了 好吗 请 那民进党议员讲的话就要非常小心 再讲 就要拿出证据来 我就要告了 我从今天开始宣布之后 我讲过了 我就要提告了 不是随便乱讲一通 不是随便乱讲一通 我敢公布这个 而且百分之九十是小额捐款 而且无通议主义讲 根本就没有 再要请所有社会各界好朋友 拉到去年 我要开始选举 我感谢无通议主义 介绍很多朋友 因为我人脉比较弱 但是介绍了好朋友 大家是不好意思 跟无对义主席报告 大部分都看我不会当选 那个情况之下 韩国瑜怎么可能当选 民调落后这么多 可是他们碍于无对义主义的面子 他们也可能不好意思跟无主义讲 他们看就是韩国瑜一定会落选 所以那种情况之下 去想那种情境 怎么可能会有拿这么大的数字出来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所以民进党团再这样讲下去 我真的是不想把政治搞成那条路 我离开政坛17年 我心里非常清楚 我重回政坛是一个偶然 我离开政坛是一个必然 我只希望在这段时间 高雄市民既然这么勇敢投票 给我韩国一当市长 我就勇敢帮你大干一场 能做多少算多少 我帮高雄市民 我全力去冲 做多少算多少 将来一定要离开政坛 我不想把政治搞得这么 大家心头真的都揪在那 一讲话我都到法院去按您申告 一讲话浪费一大堆司法资源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采取这个行动 只是现在抹黑已经太过度了 而且只像我的太太跟我的家人 好像觉得我们这个家庭很健康 很开心 很阳光 就把它整个抹黑掉 我当然不能同意 所以这些民进党的议员 我奉劝你拿出证据来 一样 有这笔四千万 我立刻辞掉高雄市长 你不要乱讲 真的走到那一步 绝对不是当事人 以及高雄市民之福 是这市长跟议员之间 诉诸司法了 我觉得我要把话讲得清清楚楚 我们最后了吗 请 市长还是请我 想请教一下 就是针对蔡振源委员的部分 在稍稿前 他接受议访的时候 他好像已经有致上一些歉意 他对于就是说 这一次这个事情 媒体会去冲去问您 然后给您造成困扰 然后他表达歉意 他如果表达歉意 认为这四千万这个事情 他真的没有跟我查证过的话 我完全接受 我是不好意思讲 我住在云林县 蔡振源委员 也是云林北港人 大家多年老有 没有查证 怎么可以这样讲 所以他只要自欠 我就要接受 我觉得他欠我一个道歉 好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宝贵意见 应该很清楚了 所有的数据资讯 我们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来 这样子讲一下 你想要问的问题 可能跟明天下午三点应该有关系吗 好不好 那时候我们再说 好不好 那 明天下午三点 明天下午三点会见面 还有上一次 我在议会背询了一整天 出来读麦 我说让我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在议会里面背询 资讯是被切断的 手机也不能带 一出来 记者一问 我们不了解什么前文后文什么状态 我一定要去进行一下了解 所以各位新闻界朋友 结果一爆又扭曲掉 我好像逃避问题什么 我根本都不知道什么事情 然后在议会 头昏脑胀的情况之下 所以是很自然 讲出这个话 我想今天我就一并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不好 那至于其他 重大事情 我们明天下午三点 一定会在台北 我跟主席见面完毕之后 跟各界来报告 好不好 谢谢大家 你强调的是从来没有模糊过 当时只是没有弄清楚 新闻局职责没有做到 没有这旁边 所以没有弄清楚问题的本身 所以以为是不同的事情 所以才要回去了解 好那以上关于我们的所有的账务 非常清楚的交代 谢谢大家 谢谢哦 谢谢 好各位观众 你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高雄市长韩国瑜 在今天 那么他稍微提早了两分钟 开了这场记者会 特别针对外界所质疑的 到底有没有拿这个 4000万竞选经费这件事情 他讲得很清楚了 没有就是没有 而且他也公布了 整个竞选经费的账目 结果摊开来看 87%可以说是将近9成 都是小额捐款 好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到又有人提问 我们先来听一下 我每篇都要看完 看完之后出去 然后OK完 我想可能再加几个字吧 结果就会小编 小编说应该可以测下来再加 一测下来之后 大概不到几十分钟吧 就被转贴出去了 那我们就想说 那也就不要再加一两个字了 大概就是这样 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希望 突然想要加一两个字而已 没有别的 任何意思都没有 好吧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什么 并不敏感 这个表达看到国旗之后 那种激动的心情 从来想到政坛的一些想法 一些感慨 没有没有 大家敏感度太高 联想力太强 没有我现在想 既然如此都转贴出去 我们就把它再贴上去 它整个意思是 跟我想的是一样 我也看过 每一篇看完 我想要不要再加两个字 可能更周全或者更完善 只是自己的想法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如此嘛 好不好 好 就这样 好 没有一点其他的意思 市长 你为了要保护家人 就是说可能如果针对 公司交加分解的话 就不会再包容 可是广光行这两天 还是针对加分解的版 所以问题一直在扣文 我想这个我就不再评论太多 社会都有公平 好不好 我们真的是 尽可能保持一颗 友善厚道的心 对任何人事 第五都是一样 我们能做的就这些 至于其他 我想就是会各界大家来评断 好不好 好 谢谢 那就这样 谢谢大家 明天下午三点 我想各位有机会来台北 我们台北见 好 谢谢 你会去吗 礼拜四 我只要有空 好刚刚在最后呢 这个高雄市长韩国瑜也特别有针对 那么到底这个脸书的发文 昨天深夜的257字 这文怎么下掉了呢 那么他也再一次的解释 他说本来是想要再加几个字 但是后来呢 就算了 因为这个文章已经被转贴出去了 希望外界不要多做联想